我心目中田野的話 很外向 很活潑 天分也很強 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我們都很小 覺得這個人挺厲害 突然有一天 俱樂部讓我打領大家 然後讓我指揮各方面 有一點分心在指揮 和整體遊戲的運營方面 自己的操作 自己的表現 就沒有之前那麼好 最難的地方就是 把一群有天賦的選手 統一成一個想法 按照一個方向 跟一個目標去做下去 剛開始的時候 沒覺得會影響 但其實還是挺難的 伊迪這波有點問題 上野的狀態太差了 那大招撞出來 撞了一個哭仰 這邊前面頂的是誰 定了一下Mako 大家想法不同意吧 或者說我在整個遊戲的 大機關方面 跟大家的不同的點比較多 這波伊迪在後期的援骨 團戰指揮兩波 一波是上野的狀態 本身也不太好 然後另外一波指揮偷家 這兩波反而是讓 RNG抓住機會 拿下了第二條的援骨龍 好 外界對我的聲音都是 你這裡有打得不好 那裡有打得不好 乾脆還不如退役這樣子 可能當時 我比較在意大家的評價 看到這些的話 自己其實也會更加的懷疑 自己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 差不多要結束這樣子 這幾率 在目前攸戲努力的 請幫我打遊戲的 嗯 應該就是我爺爺吧 我覺得 就我小的時候 就在他那个游戏厅里面 看别人玩这样 我爷爷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严厉的 我觉得 对我的话还是比较严厉的 就我想玩的时候 他其实有时候还是 只愿意让我在那看 不让我玩这样 14年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北京 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然后就是参加那个队伍的视讯这样 我当时到北京的时候 就是因为战队缺辅助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刚好加入了这样 跟他外表不同的话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心 是比较强势 而且有主见的一个选手 然后这波Mako 从阴影之处出来 一个清武神装 加上一个青红过戏 是先魅惑了 Icecoco以后有点声中极西 把过来从右边过来 支援的大嘴也给魅惑到了 对线特别厉害的那一 应该就是追求那种 对线就把你打爆的那种 这个游戏大家关注的点多数 还是在比较carry的位置 像中路AD打野这样子 我觉得辅助比较默默无闻吧 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 就像我游戏的打法一样 比较喜欢凸显自己吧 就是觉得别的位置更亮眼一点 但有时候我又觉得 这个位置也是缺一不可吧 我觉得辅助这个位置 就是就总得有人当绿叶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的 LPL一大半的辅助 都是看Maco当大的 确实 这个我承认了 打了很久吧 经验也积累上来了 然后对游戏的理解慢慢变深吧 看到就大家在我的辅助之下 变得更耀眼吧我觉得 看起来很帅 那我也就挺满意的 你也是成为LPL历史上首位 同时也是世界上联赛的 6000助攻 也是首位 一直以来就是队友都比较厉害 就感谢队友吧 对 我是跟着混的 我的队友明凯 来到ETG之后 我觉得一直都是作为我的榜样 他曼琛说你他选择 但是他就是他这把 可能会选择的 前两年吧 可能有一些原因吧 然后说他没有打之后 让我拿对战 刚开始的是没那么好 输了比较多 不知道怎么赢那种感觉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 很有天赋的选手 很有实力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跟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这局游戏他能不能玩得舒服 以及这个游戏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 去进行下去 之前的话多数是我来指挥嘛 然后就升强哥加入之后 其实他的想要说的东西比较多嘛 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在我们沟通方面吧 大家沟通的比较乱 我能折下来 阿卡里大撞到等一下 他上个踢 五打五不行 我很感觉五打五不行 五打五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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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试一波打个劲呢 可以真打一下 能真打一下 能真打一下 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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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赛三月份左右吧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训练没有很久吧 指挥也是不是很明确 那段时间就很难解决 我视野做得很好的事情 我突然那一波 我把他们下面全部填亮了 我们输给OneBus 然后又输给RNG 当时都没想到特别难顶 我们最后面 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名次 以第三名结束了春季赛的一个绿图 我整个队伍都很低沉 那时候就都不想说话了 很难有心思讨论的 玩别的游戏忘记伤痛 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就在沟通方面会比较麻烦 我觉得性格方面 或者说游戏打法方面 都需要很多的去改进 然后去互相磨合这样子 好 稍等啊 队里面都是一些新选手吧 对 或者说是比我年纪小的 有时候像他们的一个大哥这样子吧 然后照顾他们 有时候就是他们想吃什么 就给他们点什么 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心情不好 就帮他们解决一下这样 他一般挺贵的 然后便宜的话 大家要散的 因为他是老板 他的队长就是老板 一般我们打训练的时候 如果有吵架了的话 我是喜欢先把这个解决完了 他是那种可以完全不管情绪的 就先把训练打完 我觉得挺厉害的 大家要去慢慢去磨合 然后去取舱不断 后面就综合了一下 我们两个一起去做游戏后期的那种 运营方面的东西 我之前也是离开了EDG一段时间 然后今年才回来 刚回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 他跟之前相比的话 成熟了很多 很愿意为团队去冒险 之前我还年轻的时候 比较在意大家对我的看法 就现在就觉得 做好自己 没有很在意外界的东西 成为一个职业生 首先你要有足够的天赋 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坚持 还是保持冷静 平静的那个状态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当时决心就是要 在下一赛重新再来 再次向那个冠军发起冲击 比赛这个BO5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一举一举去打 一举一举的去冲下来 3 2 1 起走 1 2 3 起 加油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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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 6 6 7 7 6 7 7 8 7 8 9 8 y 8 9 9 EDG 4PLUS 历经一整个夏季的征程 从17支战队当中 脱颖而出 来到了今晚夏季赛 总决赛的舞台 这两个很危险 直接被船长枪毙了 拿着的话 毛泽也拿到了奥拉夫的人头 对面还没扛死 锁住了 这把感觉方普拉子上中野 完全取得了优势 但林伟山一个人在塔下 刘金松来得比较远 大高桥琴线 线被清掉了 林伟山这套可太熟悉了 想英国来杀伞结合 还没抓到 Mekko还要死了 还没把绿塔 配合林伟山的伤害给带走 这个是方普拉子想要的节奏 还有个海格子山 这把感觉一定有点乱了 前期大脸死 打的时候 基本等于狗烟惨惨 我觉得最近大家的训练状况 也都挺好的 我们在实验对他们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沟通有回馈 游戏的过程中有判断 一二三 呃 我把好好打 碰碰 闪着 混乱起来了 我会选择了 炸两险大高 我会选择了 我的小龙啊这是 这真的是不可能的小龙 大姐大姐 大姐的文化 那我再没大文化 我再没大 来 来什么 我再来 大姐 OK OK 1秒 1秒 OK 他要拆 来 拆 拆 就是拆 是的 额龙重铸之日 骑士归直市 恭喜 solu 恭喜啦 第六座的LPL冠軍獎盃 恭喜你第一次 我们队伍的精神的话 我感觉首先是不忘初心吧 时隔四年 我们还是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 我觉得大家也是重大坚持不懈 我觉得LPL对于我来说 是梦开始的地方 给我一个这样子的舞台 让我发光发亮 我还没有拿到自己 人生目标最高的一个荣耀 我会一直朝那个方面努力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